无我的真修才是佛源 过去有一个人 他为了计算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拿两个盘子 动一个好脑筋 就把一粒黄豆放在盘子里 动坏脑筋 就把黑豆放在另一个盘子里 一个月下来 黑豆满满的 黄豆只有一点点 他知道自己脑子里 都是自私的 不好的东西 他很害怕 我这样子 怎能修成佛 怎能上天 因此他控制自己的恶念恶行 不做坏事 不动坏脑筋 一个月之后 黑豆黄豆各半 拉平了 第三个月 他看到黑豆只有几颗 黄豆有一盘 他就知道 自己的心中光明了 没有嗔恨 害别人 嫉妒别人的心了 后来 他官制兵部上述 这个故事说明 人的毛病 只有靠自己来改变 靠别人 是改变不了的 自己身上的毛病 只有自己心里最明白 人就是在不停地和自己的私心杂念做斗争中 才能不断进步和成长 修心就是做功德 修心的人给别人看到 你自己做人做得真的很好 别人也学你的样子 别人也学你的样子 难道不是功德吗 如果生活拖拖拉拉 讲坏话 骂人 嫉妒别人 很快就会被别人唾弃 不但没有功德 还会缺德 把这么好的心灵法门糟蹋了 如果一个学佛人 随便讲别人不好 就像这次马行事件 心灵法门的人 一个都不在飞机上 居然有人敢乱说 拿别人的谣言 再来造口业 想一想 业障会有多重 这是学佛人吗 如果是学佛人 就算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也应该感到沉痛悲伤 而不应该 借此机会攻击别人 现在的人 就喜欢攻击别人 不懂得爱护自己 损失的 是自己的惠命 要懂得 无生 无我 无为 无生就是 没有生出来 因为死了之后 又会生出来 就像没有生出来一样 无我 没有自己 才会有别人 自私的人心中 只有自己 就没有别人 我是很大的 有我在心中 别人就进不了你的心 无为 就是没有作为 无所谓 我有什么 我有什么了不起的 被人家讲两句 又怎样 佛陀当年去度人 被人家赶出来 被人家吐唾沫 我们吃点苦算什么 要有这种精神 要懂得 无我 无为 我做这点事情 不算什么 我没有做什么事情 这是无为 有的人 做了一点好事 自以为了不起 喜欢自吹 生怕别人不知道 人不能这样活着 希望弟子 要有觉悟 觉悟了 就是圣人 没有觉悟 就是凡人 凡人 就是凡胎 就会永远烦恼 因为站不高 看不透 比如上飞机的时候 手机不能听 什么都没有 还烦什么 一下飞机 手机不停地响 马上又要开始烦了 我希望你们以后 能够到天上去 不要再有烦恼 在人间已经烦够了 烦得满脸都是皱纹 烦得浑身都是伤痛 烦得都笑不出来 你们这些 坐在下面的弟子 一个个烦成这样 师父看到你们就烦 是你们烦的气场 影响了师父 要好好学佛修心 要尊重自己 尊重别人 别人才会尊重你 一个人怎能不懂事情 一个人怎能不珍惜自己 听听广播里 每天有多少人学佛便好了 人家是怎么会好的 人家是努力才好的 末法时期 是癌症的爆发期 天灾人祸不断 不要以为自己活着就会平安 害死自己的是自己 爱自己的是自己 帮助自己的也是自己 不要再残害自己的灵魂和肉体 不要再浪费时间 人间最宝贵的是什么 是时间 浪费太多的时间 就会接近死亡 谁能逃脱死亡 过一天没有念经 没有做功德的日子 就接近死亡一天 如果过一天念经的日子 就不会接近死亡 因为功德能消业障 这些功德可以帮助严寿 想一想 老婆为孩子付出了很多 为家庭也付出了很多 如果你连最起码的同情心 慈悲心都没有 动不动就觉得 她这不好 那不好 你还是一个学佛人吗 一个女人很可怜的 为家庭一辈子付出 最后得到了什么 每个学佛人 生活就是道场 做男人 就要好自为之 就像有的年轻人 刚结婚 就感情不好 因为他太自私 太太就会受不了 要为别人着想 学佛人 如果不为别人活着 那你活着为什么 好好做人 不努力就会倒退 人一旦到了一个 极限的时候 就会发生很多事情 要真修 人间得到的 都是不长久的 没用的 在国外 没有身份的时候 拼命要身份 以为有了身份 什么都能解决 能解决吗 跪在马路上 要犯的流浪汉 难道他们没身份吗 要靠自己的努力 不要再给自己 造成无形的伤痛 不要让自己觉得 永远对不起别人 上天不会欺瞒任何一个人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是永久的真理 种下的东西 哪有不发芽的 种下善因 就会长出善良的果子 种下恶因 难道 不会长出恶果吗 全部都掌握在 你们自己的手中 在马来西亚大法会上 师父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人 自己生意失败 父母的店里 遭遇大火 家中一贫如洗 父母悲伤过度 先后过世 他觉得活着没意思 想自杀 别人建议他 去庙里 拜见禅师 禅师握着一颗葡萄 在手中 问他 你说这颗葡萄 是碎的 还是完整的 这人说 如果我说是整的 你可以将葡萄捏碎 如果我说碎的 你可以不捏碎 禅师说 对啊 命运就像这颗葡萄一样 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你今天可以让命运 成为完整的 也可以让命运 成为破碎的 是你自己掌握着命运 家庭的失败 婚姻的失败 怪谁啊 难道对方的离开 没有你自己的问题吗 还要找第三者 来管这个事情吗 所有的都是因果 要好好的学佛 一定要珍惜因缘 珍惜生命 要时刻感觉到 菩萨没有离开我们 观世音菩萨 一直在关怀我们 这样活着 会有信心 否则时间长了 会觉得 自己不能了解人生 就会懈怠人生 最后会丢失人生 要珍惜每一天 不能再浪费了 过去的时间 永远不会再回来 年龄只会往前走 人生就是一辆 死亡列车 人只要坐上 这辆火车 最后只有两个字 死亡 这辆火车 拼命在开 你难道还要在上面 打麻将 打扑克牌 来消磨时间吗 要想到 在火车快要到终点的时候 怎样跳出去 这才是真正学佛人 应该觉悟的事情 师父跟你们讲的 都是真话 现在说真话很难 说假话 谁都愿意听 要多听真话 多听人家讲你不好 你才会进步 如果天天说你好 你不会进步的 所以要放下自己 常听别人 多讲讲自己的毛病 自己会越来越精进 如果天天 只想着别人说自己好 自己很快 就会变得更高卧慢 一定要让别人 经常讲自己的 不足之处 这才是 精进修心之人 正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